广州作为千年商都,因商而立,因商而新的商贸基因,深深植根于城市。 两千多年的历史进城之中,开放包容,一居一夜,是广州最显著的城市特征。 吸引着广大台商台包来遂投资新业,特别是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蓬勃发展。 广州成为各个行业,各个年龄层的台湾同胞,来到大陆创业,就业的首选城市之一。 今天的系列报道,我们就来聚焦,新时代下的碎台经贸交流,给在碎台商们带来哪些生机活力。 2019年,中国台湾网发布了一段采访视频,该段视频讲述了,在碎打拼的老中青,三台台商所分享的,对于在广东工作,生活的感受。 而就是在当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发布,让在碎台包备感振奋。 我们一直常常在为这个事情开会,然后大家来研讨,让粤港澳大湾区这个区域,让台商能够把握住,能够加以投入。 从台湾来到广州,台商王庆祥是现任广州台协会长,他经商三十余年,已把广州当成第二故乡。 三十余年来,他先后在广州创立老宝眼镜加工厂、酒店、文创园区,从传统加工制造业转型升级到服务业,可以说是大批在碎台商的缩影。 我来大陆已经30年了,那么在未来,号召大家共同来做更大的投资。 目前,广州正着力打造大湾区核心枢纽城市,粤港澳大湾区所释放出的红利政策,让广州老台商们充满新期盼。 在粤港澳大湾区,在这几年十四五规划里面,可以好好的再做,再干一场。 十四五规划已经开始启动了,对2035年以后的长远计划也做出了规划。 我们台商其实大家都很热心地能够参与,而且未来我们也希望能够增加更大的投资。 粤港澳大湾区十四五、二零三五对于来岁发展已久的台商都是心动不已的关键词,新的机遇带来新的挑战,也带来新的变化。 来自台湾云林的林庆芳和王庆祥等老台商们几乎是同期来到广州打拼。 他以生产制造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作为支点,在广州闯出了一片天。 但现在他的主业由制造业变成了农业,走在转型升旗浪潮前头的他,又恰遇了2021年国台办等十一部委发布的惠台农林二十二条,搭上了乡村振兴的顺风车。 工商银行主动就找上我们,看我们有没有缺少资金啊,需不需要这个工商银行的支持啊,现在我们正在左手在办这个所需。 他这个所需呢就很简便啊,很简便,也不需要有什么抵押,只要营业执照啊,有一些纳税啊,填一填资料,基本上就放款了。 如今,有着政策的扶持,林庆芳所种植的富贵菜,收获了来自于广州一百八十多家餐厅的订单。 基因来自于宝岛台湾的农作物,在素有美食天堂的广州也能分一杯羹,被摆上了广州市民的餐桌,让林庆芳倍感欣慰。 农林二十二条对我们榨羹就更有信心啊,发展也更有信心啊。 二零二一年十月,广州连续九年举办广州台湾商品展览会,参展台资企业近三百家。 这是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下,广州市举办的涉台领域最大规模的经贸展会。 疫情搁不断碎台两岸经贸交流,也更加深了两地企业家的融合发展。 我是2019年10月份到广州黄埔区这边开始创业,那刚好来创业的时候就又面临这个新冠疫情。 所以在这一段时间,当地黄埔政府也都非常支持我们在这边的发展。 所以这两年来我们在这里从新产品研发开始,到现在我们产品也陆续出炉,然后准备进度量产。 所以这段时间,在黄埔区区,尤其在这个科学区里面,这里环境也非常的好。 所以也希望说有其他的财商一起来到这里,大家一起在那边打拼。